孩子被收养,他能有多开心,这是我见过被收养的孩子中,笑容最灿烂的,他完全没有悲伤,害怕和恐惧。 几分钟前,这个小男孩的新家人早已经在美国机场大厅里等待他,姐姐们准备的欢迎横幅,拿在手里,一看到妈妈带着弟弟出来,就热烈地欢迎上去,随后他们走向更大的亲友团。 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外面等候,他们已经期待以斯拉很久了,他们想快点目睹这个东方小男孩,更好奇他们俩为什么执着于收养这个特殊的孩子。 大家好,这里是第五情报站,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十年前讲起,杜和贝斯克里这对夫妇萌生了新的想法,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旅游,当然他们更重要的事情,是决定收养一个小男孩,等到逛完北京,就会去见他。 把他带回美国,开始新生活。 在北京游玩的那几天,他们感受了另类的中国热情,沉醉在中国式胡同和美食中。 等到见面的那一天,杜夫妇早早就前往了福利院,其实福利院里有众多被抛弃的孩子,他们一眼就相中了以斯拉,被这个小男孩的笑容深深吸引。 杜夫妇苦苦等待了一个小时,才等到以斯拉,真正见到以斯拉的那一刻,杜斯在门口立马蹲下,迎接自己心心念念的小男孩。 他开心地询问,显然除了语言的障碍,这个小男孩还有一些拘谨。 害怕,他不知道为何要来见这个陌生的叔叔阿姨,他们还对他问东问西,他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热情。 以斯拉虽然看起来非常健康,但患有白化病,他的头发是白的,眼睛也有一些不自然,这是这类人群的显著特点。 但杜夫妇一点都不介意,他们只知道现在这个小男孩最需要的是温暖和关爱,他们早早安排好了一切。 当时的以斯拉也并不知道,很快自己的命运就会被改写。 据杜夫妇回忆,他们专门前往了上海,办理领养手续。 那些天一直在奔波,小以斯拉在路上困了就睡,醒了就看窗外,沉默寡言,年幼的孩子不知道该如何诉说,只敢藏在心里。 杜夫知道,这个小男孩需要时间去适应,自己已经有心理准备,用足够的耐心去引导他。 以斯拉就和当初在照片看到的一样爱笑,没过几天,他就重新展露了笑容,适应了新环境,和妈妈亲亲,和爸爸一起玩新买的玩具。 这是他们在领养中心拍下的照片,笑得多开心啊。 很快就要和中国说再见了,这段时间的相处,让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 他们需要考虑回到美国那个更大的家庭,那里才是未来以斯拉将要成长的地方。 杜夫妇说,我们会帮助他适应我们的环境,当然我们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调整,一切都有时间来证明,不是吗? 美国的家里还有两个孩子,他们已经提前告诉了孩子这个好消息,很快他们就可以一起生活了,只是小孩子的相处将会如何又是个全新的难题。 另一边,姐姐已经在准备欢迎纸板,机场大厅手捧鲜花等待着素未谋面的弟弟。 两个孩子还在好奇新弟弟究竟是什么模样。 妈妈出来的那一刻,姐姐大跳欢呼,弟弟显然更想念妈妈。 一个箭步冲到妈妈怀里,姐姐眼巴巴望着弟弟,弟弟再一次很拘谨,不知所措,双手插兜看着他们热闹团聚。 妈妈给两个孩子介绍弟弟,一家人终于团聚了,亲朋好友也在旁边看着,他们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。 出机场的时候,姐姐已经牵起弟弟的手,弟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 以斯拉很快融入新的家庭,和大多数小孩子一样,她喜欢在儿童乐园玩。 然而就像预料到的一样,小孩子间的相处总是前一秒开心,下一秒就发生矛盾。 以斯拉难过的时候,爸爸就会抱着她,安慰她。 在有众多孩子的家庭里,最不能发生的就是不公平对待。 虽然以斯拉年纪小,是新加入的成员,需要给予保护,但是也不能忽视另外两个孩子的情绪。 他们要做的是,如何化解矛盾,让他们和谐相处。 这不仅利于家庭的凝聚力,更是对他们行为品德的约束、培养。 在美国这个以自由著称的国度里,家庭聚会,才艺表演,户外活动都必不可少。 以斯拉特别喜欢出去玩,每次外出她都会特别开心,一家人整整齐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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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斯拉和叔叔玩小游戏。 平常的日子里,饭桌上也总是欢声笑语。 对以斯拉来说,这就是她的温馨生活,全家人会听她讲发生的有趣事情,她会开心地手舞足蹈。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,兄妹三个一起举杯,欢声笑语不断。 温馨有爱的家庭总能随时随地给你力量,家人无论何时也都会无条件给予你支持和爱。 以斯拉虽然出生就被抛弃了,幸运的是,她被人重新小心翼翼地捡起。 有幸拥有了另一种人生,这何尝不是一种奇迹呢? 在她身上,我们看不到任何残障儿童的影子,没有歧视,她就和普通的小孩子一样,被温柔对待,希望她能够快乐地长大。 感谢观看